來到傳統市場買了一些排骨 回去等一下要來料理一下 這種傳統市場的購買體驗是在疫情之後才有的 所以今天特地工作結束 剛好現在也降級了 所以我買了超多 買了600塊 但不是全部都是排骨 裡面有豬肉絲啊 可以做一些炒青菜啊 炒豬肉 喔 開始下雨 動作要快動作要快 好 不管了 先回家 等一下來做糖素排骨 現在回到家裡面啊 然後 備料的部分也都完成了 今天要做的就是這個糖素排骨 它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通常呢 這個一定會先上網做一些功課 等一下呢 會有一道手續就是 抱歉 等一下呢 就會有一道手續是要先讓這個 糖素排骨先抓煙一下 那我們會使用一顆蛋黃 再加上四匙的啤酒 就是網路上教學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哇 好香喔 蛋黃配上我之前也是覺得很納悶 就是 為什麼會加啤酒 其實我確實吃 呃 試做之後 口感非常的不錯 抓煙完成了 就靜置大概20分鐘 再來就是 大家很在乎的這個調醬的部分 主要就是要使用 番茄醬 然後需要太白粉 以及醋 再來就是水的比例 那我個人在 學習的過程中 也得知 就是可以加一點點的醬油膏 那如果你還有家裡有檸檬的話 加點檸檬好像 聽說效果也不錯 在那種 算是 雜貨店 乾媽醬那種 可以買得到這種 這糖成分比較多的二砂糖 兩大匙的二砂糖 差不多這麼多 蕃茄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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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蕃茄醬本身也有一種甜味 一匙醋 大概一湯匙左右 水 等一下就要來炸排骨 讓油溫先上來一下 地瓜粉 先來把它一個一個的 沾上去 帶來 最喜歡這個 最喜歡這個段落 每一塊的 沾一下這個粉 油溫目前上來了 OK 準備開始炸排骨 沾到金黃金黃的 可以啦 蠻漂亮的 好 直接把這些紅椒青椒 非常療癒 清洗完之後 再來的下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 剛剛我們調的這個糖醋醬 炒一下 之後就把我們的排骨 放下去囉 排骨 哇塞 這真的很棒 自己覺得還蠻漂亮 OK OK 這是這一塊啦 好吃 好吃 這大塊的排骨 吃起來一定爽 嗯 成功